這個IPD 補幾個零 幾次嘛 所以把這個公式如何跟這個串息 當然我們就是思考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是補幾個零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補幾個零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巴士的前面不就好了 這個零有沒有 放在這個巴士的前面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 放到那個居室 這個公式 看得懂嗎 這個公式就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居室的前面 但是記得 每個公式跟儲存格要串接的話 一定要加m的符號 這個是規則 可能要記一下 如果你ok的話 那很簡單 我只要把這個 學校一下 這個可能要熟悉一下 把這個公式 但是如果你熟的話 其實就這邊把它複製就可以了 好 那複製的話 那一定不把你等號 你就把這個公式複製 然後放到哪裡呢 這個記得喔 複製完之後取消 不然的話變這樣 取消 再把它貼到這個 and符號的後方 這邊會少一個and 所以怎麼辦 再補一個and就好 有沒有 把剛剛那個公式就補在這邊 然後最後再補一個and 其實你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 結果好像 就ok 那當然底下一樣的事情的話 這邊有個空可以快點兩下 它就自動填滿了 ok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慢慢拉 不過這樣按住不要放往下拉 浪費時間 沒有啦 拉很久啊 沒有 而且還要過頭 然後拉拉下去 所以最聰明的辦法是 直接這個空點快點兩下 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檢查一下 對不對 好像基本上都對耶 所以如果這個假設是一萬筆 也是瞬間 五萬筆也是瞬間 甚至一百萬筆也是瞬間 所以這個質量越大 你會覺得 哇 越有感覺 簡直是太棒了 ok 那 問題來了 所以特別是說 這個公司做完 你可以把它放到這邊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分兩次 我可不可以一起做 可以啦 只是說難度比較高一些 所以 這個就是你要訓練的能力 有很多很熟的人 就很快就做完 但不熟的人 我看到這個公司 就一定是滿容易出錯的 常常會少這個符號啦 少那個符號的 或者打錯啦 只要不要打錯 這個應該還蠻快解決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後來莫瑪 莫瑪 你想說莫瑪怎麼做 那其實啦 當然 有些東西 規則很像的話 就不用傻傻的重做 什麼意思呢 有沒有發現 門號的區碼 跟門號的莫瑪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 都是一個減號 加上3 只是 裡面的數字不同而已 有沒有 一個是84 一個是7 所以呢 聰明的 應該你可以想得到 你就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啊 你會把這邊的公式有沒有 這邊的公式 因為後面還是要一個end 所以就從這個開始 應該從這邊減號開始 然後到G4 這個範圍 做什麼呢 複製嗎 貼到後面去 那只要改兩個地方就好 哪兩個地方 把G4 G4 改成什麼呢 這是什麼 H4 比較好 我還記得啦 反正就不要做錯 所以這個 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 怎麼講 你如果有這個sense 還有你這個熟練度啦 做資料其實還蠻簡單的 所以會的人每天都很愜意 兩三下事情就解決了 好 然後剩下就是可以再做很多事情 還可以 看你要 然後 讀書也好 或者其實說真的啦 在職場上 很多時候 你過專業 不會有人 不會有人要管你 甚至你不要來上班 你遠距離 從家也OK啦 你在家裡上班 其實都也沒問題 像很多軟體 工程師其實說真的啦 你不來上班 不來打卡 其實公司也OK 只要你把案子做完 就OK啦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很簡單喔 記得把這邊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後面來 好 貼上的 當你現在打勾啦 你先確定一下 會不會 但這個84不對 所以你剩下就是把這個 改成H4 改的方法 我的習慣 就是選 G4之後 再點一下H4 這樣就蓋過去了 好 這個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是直接選G 再打H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 兩個方法都可以 看你個人習慣 你可以選G4 再去點除聲格 把它蓋掉 或者是你直接把那個G 改成H 都可以 那最後的話呢 記得前面打勾就好了 好 這樣就OK了 下下填滿 檢查一下 結果對不對 對的話 那就 這個結果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會這個方法還蠻方便的 然後 這個欄位多的 我們這等於是剛剛多做的嘛 可以把這個刪掉 這個等於多餘的 好 那這題的公式 大體上就完成 當然它很長 一串 可是呢 沒有人叫你 從頭一次打完 沒有 沒關係 你可以 分期付款 沒關係 慢慢來 比較沒有壓力 最怕是有些人 明明程度沒那麼好 就是想要一次做 然後 一打勾 發現錯誤 結果不知道哪裡錯 這麻煩了 所以建議你真的 沒有那個能耐 你千萬不要一次 這麼貪心 即便你很厲害 像我個人 我也不會想要給自己 特別壓力 沒關係 你就慢慢打 打完一個一個 就是 確認之後再下一個動作 所以第一個動作的話呢 那你就是先零九 前後記得雙語號 然後and 這個儲存格 再and一個減號 再and這個公式 再andG4 and減 剛剛這個公式 我是and這邊 到G4這邊 那把它複製貼過去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 反正如果你這些熟悉的話 如果真的 以sale的函數 對你來說 是蠻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你如果會 函數 然後並且可以 產生一個複雜的公式 那你的資料就有了 你就可以做後續的事情 就輕鬆的 所以 eSale 我是個人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函數 你千萬一定要把函數學好 如果你函數沒學好 你不要說你會用eSale 說真的 我覺得你函數不熟 你怎麼會用eSale 你只是衝擊量 你就是把eSale 當成Word來用 我發現很多人 把eSale當Word用 還自己在旁邊 自備計算機 天才了 他就是不希望你用計算機 結果你還在旁邊 自己計算填進去 那你用Word就好了 你幹嘛 OK 所以eSale本身 就是有很多的 很強大的計算功能 OK 那請各位 先試著 把這個公式完成 那當然 你說 我們教兩個 比較稍微進階一點的 文字與資料函數 其他有沒有哪一些 當然如果練習的話 請各位自行練習 前面有好幾個 必須一定要會的 包含REPT LEFT RIGHT LEN MID 然後還有TWIN 這幾個 但我是列幾個 當然還有其他 其他你說老師還有哪一些 其實就是 插入函數的時候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顯示 從頭到尾 我是建議你每個都要知道 那你怎麼每個都知道 就是你有空的時候 看一下 他點他嘛 他下面就有 跟你講說這是幹嘛用的 有沒有 這是幹嘛用的 OK 比如說我想要把全形轉半形的話 全形轉半形就這個 將全形轉半形嘛 那我顛倒要把半形轉全形呢 那就這個嘛 半形轉全形有沒有 然後抓內碼啦 抓 把它變成字圓啦 有沒有 這個其實都有 那剛剛我們用的是LEN嘛 這邊其實也會解釋嘛 計算 不過他有的時候 那個解釋有一點點 像音翻中啦 所以你大概體會 你可以用自己的敘述去提起啦 好 那待會也許 你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像這邊 這一道題 如果你假設 把這個公司做完之後 試試看 這邊有很多題目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什麼 銷量超過100筆的給一顆心 所以他100多嘛 就是沒有小數點的 那就是一顆心 那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把那個複製 C 這個是一顆心 所以你就 一顆心 然後這兩顆心 貼兩次 這四顆心 貼四次 對 OK 那這個是沒有100 所以沒有心 這個也是四顆心 一、二、三、四 不對啊 還好這邊只有五個人 如果這邊有五百個人的話 天啊 你有沒有做到什麼時候 我根本要五千五萬 五百萬人的話 你真的是做到封錶 做不完 所以呢 如果假設 我不是要塗髮煉鋼 我希望呢 幫我 利用 REPT 這個函數 產生幾顆心 的這個需求 如何做 請各位試一下這個公式 那其他還有像 LEFT RITE LEN MID 這個 試試看好了